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哦 八十种好处属于色法了 若以色见我是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 你不可能用色法去见到如来 眼见一见相 如如不动即见如来 所以啊 夜律法师他的修行法就是这样子 用一念无明打破无死无明 什么叫做一念无明 现前的六根通通叫做一念无明 起心动念通通叫做一念无明 是不是啊 用一念无明怎么样 守住 眼见一见相 好就用这个 眼见一见相 你就保持如如不动的心 可是保持如如不动的心是不对的 这个如如不动的心必须以空慧相应 也就是我现在保持一个如如不动的心 必须绝对的智慧 绝对的存在 绝对的放下 放到最后连放下的名词都没有 这个叫做 一念无明打破无数无明 因为无数无明就是空的执着 空的执着 我们呢执着有三种 一种是我执 一种是法执 一种是空执 空执最难破 落入空执 那就变成黑漆漆的无数无明坑道里面 有一念清静一下 怎么样 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大用献钱 落入无数无明就是不能大用献钱 他可以断烦恼 就像恶圣人的境界 他可以断见识烦恼 他可以断一切的法治 可是呢进入里面的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 真的要一面清静相应呢 这个不以实相相应 因此啊 我们呢 六根门头 但用 不是说用眼根 或者用耳根 耳根听这个声称 这个声音 层次生灭 自信不动 这个自信不动 不是形容曲 不是形容曲 是真实的功夫 层次生灭 自信不动 因为自信是 犹如法身 犹如虚空 它本来是不生 本来是不灭的 如果说 我眼睛 见一切相 心里感受到 不受影响 是流流不动 这个也不是大错误的人 这个是属于见闻截止 再讲一遍 眼睛一切相 见相的当下 就与绝对的 不生不灭的本体 相应 它不是刻意的 去保持路路不动 刻意的保持路路不动 是脑筋作用 是肉体的作用 见闻截止六根作用 我刻意的去控制它 那是无明 那是无明 为什么 佛性不勉强 是自在 是自然的显露 当我眼睛一切射 我以空会相应 绝对的空会相应 我知道那本来就不生命 是这样子 的功夫就破了五死无明 不是刻意的 我保持一个如如不动 我刻意的听到声音 不受分别 那如果动一个念头 再去除掉 当我们听到一些谩骂 我们分别以后 我们再去控制它 那功夫那还找得很 我也眼睛见一切像 眼睛见一切像 我当下 我就以空相应就是解脱 它就是 就是怎么样和蔼可亲 亲切的本性 本地风光就显现出来 眼见一切像 当下就是本来的面目 它就是没有能锁 没有来气 对不对 一切的确认 都以当下 佛性 全部都是相应 我们有刻意的 要怎么样 使它 碌碌不动 如果你 我们刻意的 使它 碌碌不动 又落入 见闻截肢的脑筋作用 这个一定要 叛变得很清楚 我知道 你没有办法 误导 所以法 离见闻截肢吗 对不对 见闻截肢就是 六根就是脑筋的作用 所以法要离开那一些 六根所产生的脑筋作用 以及脑筋作用 所建立的思想 统统要放下 这种不思善 不思的就是 明上座本来的面目 就是这样子